制作者 杨茜茜 好 要下班 喂 前面搞定了 好 來來 搞定 Hey JV 我搞定了 這是鹽味的Caramel 薑 第一次吃薑味的雪糕 但是好吃 我以為素食的雪糕沒有牛奶 我感覺是口感沒有那麼膚 但這是我膚過在街外買的雪糕 很麻 而且它的味道比較真實 雪糕一般都用牛奶製造 但你又知不知道牛奶的製造過程是非常殘忍的 首先牛媽媽被迫人工受孕 然後生了小牛BB之後 母子被迫要分開 然後工人就可以把機器放在牛媽媽的乳房上 來生產供我們飲用的牛奶 牛媽媽甚至要服用荷爾蒙藥物 為什麼? 因為要生產更多的牛奶給我們喝 因此他們的身體受到很嚴重的傷害 通常他們的乳房都會發炎 引起乳房炎 這是一種非常痛苦的感染 其實是很像一些德國的黑啤酒 好像喝啤酒 但又不會苦的 很適合女生喝 而且沒有添加的 適合一些小朋友 小朋友都可以喝 小朋友都可以喝 還有老洋家 老洋家都可以喝 我不是很喜歡啤酒 所以我不太喜歡喝 不過如果不呼吸的話 我都可以喝 好喝 對啊 這麼大件事 我喜歡喝啤酒 因為它太苦澀了 對啊 它就走了一種苦澀的感覺 不過缺點就是沒有了 黑啤酒的味道 黑麥汁的釀造過程和黑啤酒相同 區別只是在於後半段停止發酵 將澱粉轉為果糖 黑麥汁含有豐富的蛋白質、鈣質、維生素 零脂肪、零負擔、無酒精成粉 非常適合兒童、精少年、老戀人 以及追求健康的大家 口感濃,這些應該會有的 真的沒有味道 沒有味道 這個是完全逆快技巧的可能性 我覺得 空間的沒有那麼嚴陰 就是比較爽爽 這個很容易咬 但如果是回家的地方是入足 其他不健康的地方 可以入足 我覺得這隻有後備 很硬 很硬 是很經典軟糖的煙瓶 還有沒有那麼嚴陰 你知不知道我們經常接觸到的軟糖 布甸、啫喱果凍、棉花糖等等 都含有一種叫做明膠的物質 而明膠一般是由動物的物質精煉而成 例如牛、豬、魚、皮、骨頭、印帶中提取出來 所以明膠又稱為動物膠 嘗嘗嘗 嘗嘗嘗嘗 嘗嘗嘗 嘗嘗嘗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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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Vegan的靈迪都可以好惹味 例如這一本 海苔杏仁薄燒 在兩塊紫菜中間夾著一些杏仁 令到它的營養大大提升 因為杏仁是含有最豐富營養的堅果 它含有豐富的食物纖維 尾、蠟、鈣和蛋白質等等 可以喝嗎? 哈哈 老爸我覺得很飲用牛奶 它裡面寫沒有加糖的 但其實也不是有糖分 其實錢量是很高的 其實很飲用 牛奶呢 很多科學研究表明 牛奶甚至不是對人體健康的產品 很多的健康問題和奶製品有直接的關連 譬如癌症、糖尿病等等 但植物奶呢 譬如豆奶 它含有較少的卡路里 飽和脂肪、蠟和糖 但它的鈣質和蛋白質就和牛奶是一樣的 除了前面介紹的Vegan零食之外 其實在一般超市都可以找到零食是Vegan的 只要大家在選購的時候 多點留意一下包裝背面的成份表 那就不怕買到含有動物成份的零食 特別提提大家 明膠的添加劑編碼是E441 重膠是E904 其他的添加劑編碼 都可以很容易地在Google上面找到的 純素一樣可以有很多好吃的食物 有 有 其實如果我們可以選一些純素的 沒有動物成份的零食 那就人又開心 動物又開心 如果吃純素的零食 就可能會少些負擔 無論是心理上或者是心理上 會不怕 有不怕 有不怕 那是個人的賣點 又會考慮